注意看 嚣张的日本选手居然在发布会上 往华人教练头上倒酱油 随后更是不过安保的劝阻 死死的勒住教练的脖子 只因这个小儿子 平时嚣张拔货惯了 发布会上不减殴打教练 还在赛前狂言 中国选手没有一个人打的 包括那个判得像猪一样的 敖尔格勒 敖尔格勒被他这一期话也是彻底记录 决定在擂台上好好给他上一课 他是黑社会的 他是日本三口祖 不服试试呗 要知道尔格勒被称为共雄猫 也被众多权名戏称为抗尔英雄 只因他十场比赛 有九场打的都是日本选手 并且所有日本选手遇见他 仿佛就像是遇到了克星 都被摁在地上打得嗷嗷直叫 但今天尔格勒的对手 也绝非等闲之辈 一上台就大叫几声 这家伙名叫真田古剑 一上台就是一副身无可恋的表现 也是做足了挨打的准备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比赛现场 看我们的中国公布熊猫是如何暴揍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 看到这的老板们也是麻烦你们点个赞 小吴在这里祝大家2.24龙年行大运发大餐 这边比赛直接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尔格勒对战这个真田古剑 这个红色拳道翻 红色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公布熊猫尔格勒 而这个身穿蓝色拳道 蓝色短裤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团人啊 真田古剑 第二个人可以看到一上的是谁也不服谁 谁也是看谁都不舒服啊 这边的真田古剑也是左右笨的 他一上台就跑起了这个马拉松 根本就没有想跟尔格勒一决高下的这个意思啊 可以看到的上台上也是跑起马拉松是以敌不动我不动 他这一行为也是彻底将尔格勒给整门了 这边尔格勒也是向前想要进攻 真田古剑 可以看到这边再一次开启了他的这个跑马拉松模式 他们这里也是要求暂停啊 因为双选手真的是太消极比赛了 双选手这里也是给了真田古剑啊 一个蓝牌警告 实际你不打 等一下就派你出局 这里没有办法 真田古剑是再次啊 硬着头皮上 尔格勒这里当然不会轻易的换过他 尔格勒看见这个真田古剑啊 显得格外的亲切 可以看到一上来就想给这个真田古剑换松换松 但是真田古剑这家伙可以看到也是左右奔来奔去 他根本就不想跟尔格勒这么交锋啊 这里再一次跑起了马拉松 实时的尔格勒也是非常气负啊 你家伙在赛前挺狂 在赛后跑起了马拉松 这里居然主动爆栓 他想要暴动这个尔格勒点百多斤的胖子啊 真的是有点自不见地说实话 他怕是不知道尔格勒是无差量级的冠军 这家伙本来是拿到一个好的位置啊 但是却被尔格勒死死的摁住 说实话这样的情况也是活久见啊 本来是拿到了尚未优势啊 却被尔格勒这样的体重压制 现在完全是想动都动不了 场外的教练啊也是非常着急啊 纷纷在喊到尔格勒转把位 这边真田骨骼居然拿到了一个尚未砸拳 我的天哪 连续砸拳想Q掉尔格勒 好的尔格勒也是学习过这个柔术啊 一个半滚就将真田骨骼压在身下 200多斤的体重压在你身下 简直是将它拿捏得死死的 现在的真田骨骼就像是一只蚂蚱 被尔格勒完全拿捏住 他想要试图从尔格勒的手中挣脱 但是不可能的胸肩 尔格勒冠停他200多斤的体重压在真田骨骼身上 真田骨骼就拿他没有办法 就可以消耗他半把的体力 真田骨骼现在也是拿尔格勒没有任何的办法 可以看到真田骨骼现在也是被尔格勒死死压制住 这里尔格勒获得一个上位直接坐在肚子上 尔格勒再次获得上位拔权 这里可以撞到狂风乱战 我估计真田骨骼快不行了 但是这边真田骨骼居然将被直接烂给了尔格勒 那么尔格勒可以更好的定乎砸拳来终结他 又是重拳朝在这个真田骨骼的头上砸去 有一说一啊 现在真田骨骼完全是被尔格勒打得没脾气 可以看到真田骨骼现在还想跑 但是尔格勒死死锁住他的脊背 想跑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里连续的重择拳 我的天哪 拳拳到肉 尔格勒完全是将真田骨骼摁在地板上摩擦 这样的重拳将这个真田骨骼打得是没有任何的脾气 这完全是王暴对手 尔格勒此时的拳头地量非常的足 拳拳到了 每一拳都是朝着真田骨骼的头上砸去 真田骨骼也是有苦都说不出呀 估计再砸上个几拳真田骨骼就睡着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比赛第一回合铃声响了 铃声拯救了真田骨骼 可以看到真田骨骼也是被打得非常闷啊 他本想靠这场比赛来混一下出场费 但没想到尔格勒打真的 紧接着休息过后 比赛第二回合接着继续 好的 这边比赛第二回合接着继续开打 第二回合 场外的观众也是纷纷在呐喊 尔格勒向前压制 这个真田骨骼可以看到也是左右蹦的 他知道尔格勒十分的凶残 所以他也是不敢掉以信心 真田骨骼可以看到在内台上也是左右试探 它是左右移动啊 但是尔格勒只是轻轻的动一下 这个真田骨骼可以看到就往后撤了好几步 这就是所谓的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真田骨骼在内台上根本就不敢靠边 可以看到他看到尔格勒来了 他就跑 说实话 这场比赛打的确实非常憋屈啊 对尔格勒来讲 尔格勒示意你过来 可以看到 一向前走动 真田骨骼就后撤啊 就连裁判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哪是在打比赛啊 这是在玩躲猫猫游戏 突然可以看到真田骨骼再次耍硬招 想要爆摔 但尔格勒早已预备直接一百多斤的体重压着他 错了是两百多斤 直接压着真田骨骼 真田骨骼这个时候也是彻底老老实实了 被真田骨骼可以看到压在身下他也是有苦难言 尔格勒连续重拳砸在真田骨骼的头上 真田骨骼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被尔格勒可以看到打的鼻青点肿 还不说 现在完全是上司的这个行动人体啊 完全是被摁在暴中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碾压 真田骨骼啊 就这样被足足按了一分钟还没有站起来 但是尔格勒的拳头啊 就没有停下过啊 死定在往这个真田骨骼的身上 做的这个逐步按摩 不得不说全拳道路确实给地啊 每一拳都砸在真田骨骼的这个头上 尔格勒的真田骨骼 两个人也是打得非常凶了 可以看到真田骨骼这里还想要吃拳吗 尔格勒这里压着真田骨骼 真田骨骼这里不断的回击 拳拳倒入尔格勒 可以看到 每一拳都往这个真田骨骼的身上砸血 我的天呐 尔格勒 每一拳 到杂部啊 真田骨骼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狼狈啊 他被尔格勒打的腹部啊 可以看到 字牙叠嘴 反过来尔格勒只要压着他 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有效的控制啊 就让他气爽吁吁啊 够呛了 直接要寻求终结嘛尔格勒 我的天呐 试想一下一个200多斤的盼子 坐在你身上不断的往你头上砸拳 是什么样的感觉 尔格勒还是非常灵活的 是一个灵活的盼子啊 这里还做了一波索记 想要索猴 但是真田骨骼啊 真的是滑得像一条泥球一样 这里再次想要挣脱出来 尔格勒也是想要搭扣 讲真的尔格勒真的是有点不像是一个200多斤的盼子啊 什么索记达扣都能够用得出来 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大盼子 比赛时间也是一分一秒的在流失 但是真田骨骼啊根本就没有起身的机会 被尔格勒完全是在暴揍楼里 他想要起身 但是尔格勒转身就坐在他的腰上 连去抱腿可以看到拳拳到肉 没拳基本都是奔着KO去的 要是想早点终结比赛 尔格勒估计啊 也是用拳头早期间的KO掉的 真田骨骼也是非常不容易 被竹竹挨打了第二个回合 熬过的这第二回合啊 就连场外的这个导演都看不下去了 这里比赛第三回合也是马上开始 真田骨骼也是被打的 可以看到直接跪在了地上啊 他的焦点也是一样 打不了就别打算了 但是真田骨骼也是汉汝他的这个日本武士道精神啊 表示今天非得跟尔格勒克一下 不打不行 那么这里比赛第三回合接着继续 可以看到尔格勒跟这个增田骨骼 增田骨骼再次被吓退啊 尔格勒一上他就大摆拳 管你是什么 直接大地出奇迹啊 想将你Q掉 说实话啊 尔格勒这个霸王龙的臂长 确实没有占得很大有优势 但拳头地间够足 脂房够厚 堪打就行了 尔格勒这里也是来个顶吸 哇点水的顶吸增田骨骼被打的点水后撤 尔格勒左右上摆 这上钩拳打的增田骨骼也是苦不堪言 此时的增田骨骼已经是被尔格勒打的可以看到气喘叙叙叙 但是尔格勒这里还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左右大摆 轮摆拳 增田骨骼被逼到角落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尔格勒已经是在增田骨骼 逼到角落里面暴揍了 增田骨骼现在已经是被彻底打服了 场外双方的焦点 纷纷都在出谋划撤 可以看到增田骨骼这里也是由于靠龙边时间太久 裁判要求比赛继续 这个时候尔格勒就不给你开玩笑了 就是负你的KO去的 增田骨骼一看好小杂想要动真格的 他也是连去后退 但是尔格勒可以看到这里 来先那点换换 尔格勒根本就不急 可以看到面对增田骨骼 这里也是象征性的试探 好的左摆拳 三摆 好的不能KO去了 我这天增田骨骼被打挺了 我直接不行睡着了 尔格勒就这样轻轻松松啊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 这场比赛太有范了 说实话尔格勒这场比赛赢得很轻松 这里尔格勒根本就来来来 给我镜头 下方我们来看一下增田骨骼 这里的增田骨骼啊 也是直接被打得眼睛冒猩猩的 最后这场比赛 是在台湾的仪式翻译下 为我们中国的公雄霸尔格勒 第三回合TKO获胜 那我们恭喜他的胜利 好了 视频最后也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解说人小吴 喜欢全球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声一个免负的关注 咱们下支视频再见